张妈妈应声离去 不过片刻便回转 手中拿了一个 镂空雕刻的 精致古檀木匣子 她要打开匣子 李氏却摇了摇手道 拿过来 众人眼中 一时都露出 好奇的神色 李氏脸上笑容 不免戴了三分自得 说道 不是我自夸 这礼物乃是 那儿亲手所做 整个京都 也不会有第二件了 说完 她亲手打开匣子 取出里面的画卷 徐徐在众人面前展开 那画卷 足足有一米多长 慢慢展开的过程中 刚开始漫不经心的众人都睁大了眼睛 只见那画卷上 是一个巨大的寿字 字体笔画十分紧凑 比例到尽 浑然天成 无瑕可止 无懈可击 这副字 这副字 这副字庄重肃 古朴 古朴圆 高如陆锋 点似仙桃 我已长寿之意 的确难得 郑国侯夫人 沈氏笑着称赞道 众人也点了点头 表示着字体确实从来闻所未闻 行为凯书 但与正凯不同 既非凯 非立 非行 非草书法 却又四凯 四立 四行 四草的风韵 的确别有义趣 欧阳可心底冷笑 口中却十分失望的样子 哎呀 这是一幅字啊 说完 仿佛自觉失言的样子 捂住了嘴巴 不好意思地看向欧阳暖道 啊 姐姐 对不住 这寿字写得真是很好 是很好 只可惜 与价值千金的白玉观音一比 就黯然失色了 其他人虽然也开口称赞 心中却也是如此作响 不过是一幅字 又不是名师所作 便是写得如何超凡脱俗 怎么也比不上千金难求的白玉观音呀 李氏笑着摇了摇头道 大家仔细看看这幅字 宁老太君凝目望去 片刻后竟也是吃惊的 这是 沈氏见婆婆惊讶 立刻睁大眼睛仔细看了一番 这一看 却是惊呼出声道 这不是一个字 是一百个字啊 众人文言不免纷纷起身 上前去观看这幅画 只见远观这幅图 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寿字 近看 却是密密麻麻 足有一百个寿字组成 更令人惊叹的是 这幅寿字中 一百个小寿字各个形体各异 各有千秋 无一雷同 立 凯 转 行 草纹 草纹等 无所不有 诸位 这不是一个寿字 这是一幅百寿图 李氏眼中竟然破天荒地带了十足的骄傲 微笑着向众人解释道 林元心也上前去观看 不免惊叹道 诺儿妹妹好聪颖的心思 这一百个小寿字上 还都用金苗背注了字体的年代 你们看 这是商顶文 周顶文 汉顶文 诶 快看 还有奇力 阎书 闽南台书 还有义转 古力 这是 古斗金文 还有非白书 大力向来中文字 不要说男子 便是女子也大多看书识字 在座夫人之中更是不乏保读诗书 颇有才名之人 尤其郑国侯夫人沈氏 出身名门望族 是礼部尚书的嫡女 对诗词歌赋 文字笔墨颇有心得 此刻 见了这幅画 当真是嘖嘖称奇 爱不释手 向众人解释说道 是啊 瞧这幅画 远看是一个寿字 细看 每一个小寿字的字体都不同 里面不断有千古以来的书法名家留下的王书 怀书 榆书 香书 小王书 以及书上的幻额经 竟还有自如其形的聚宝文 当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众人围着这幅画观赏了半天 看得懂的行家是择舌不已 惊叹万分 看不懂的人 也只觉得唯妙唯笑 琳琅满目 很是有趣 在看向欧阳暖时 脸上便不由自主带了三分的惊意 沈氏看了眼脸色难看的蒋氏 微笑道 暖儿这样的心思 实在是全京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欧阳暖浅笑 脸上却不带半分得意之色 她慢慢地 大舅母谬在了 我朝已笑至天下 当今圣上 更是曾亲手为太后画立福南级新翁图 随你想着 陛下此举已是证明 天下再好的礼物 也是千金可买 唯有一片笑心是无可取代 便自己动手了 可惜暖儿养在深归之中 孤陋寡闻 既是浅薄 多亏绝儿跑遍了整个京都 四处搜索名家古籍 耗费数月 才为我凑齐了百种字体 赶得在寿宴之前将礼物送给祖母 众人听了纷纷点头 要完成这样一幅百兽图 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这位欧阳家大小姐 恐怕是淡惊节律 耗费心思 她却并未居宫 反而将功劳 悉数都送给了幼帝 礼物完成之后 更是不曾拿出了信保 反而悄悄送给李氏 相比之下 那个在大庭广众之下 县里的欧阳可 就变得哗众取宠 十分浮夸了 欧阳可显然也想到这一层 站在那里连笑容都将住了 所有人都惊讶于 欧阳暖的匠心独具 令老太君却对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眼中的柔软与心泪一于眼表 他知道欧阳暖的创意从何而来 只因过世的老侯爷 曾经向自己提起过 要完成这样一幅百兽图 自己无意间向暖儿提起过 他却记在了心中 并将之付诸实践 若是老侯爷全下有之 不知道该有多欣慰 暖儿今日所为 并不仅仅是为了向李氏献授 更是为了替老侯爷 完成这样一份心愿 老太君心中十分明白这一点 所以对暖儿不由自主 更倚重了几分 欧阳克心中越发疾恨男人 招来一旁小丫鬟而已于几句 唇边便露出一丝冷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